一個思覺失調的人 他傷害 他犯了一個傷害的罪 或者是攻擊的行為的時候 反而可以因為這個病而脫罪 我們看到的是這樣子 黃景玉先生的思覺失調 已經造成他判斷 殺人是違法行為這樣子的能力 以及控制他不要去殺人的這個能力 受到影響 那麼依照法律的規定 應該要減輕他的刑責 此行減輕的刑責 最後就變成最高是無期徒刑 如果自己很清楚 我因為有病人的身份 所以我可以獲得哪些福利 可以豁免哪些責任的話 他就不是這麼典型的事就這樣 因為真正的病人是對這個是不清楚的 他的那個現實感沒有那麼好 尤其在犯難的時候是不顧一切的 你不會去先盤算 先打算說這樣子可能會怎麼判 然後才去犯案 病人沒有那麼深思熟慮 那我再請問一下 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或者我們講說疾病 有沒有男女的差異 或者年齡上的差異 發病的時候是男女 男等於女一樣一比一 但是隨著病程發展之後 女性的癒後會比較好 女性反而比較癒後 女性會比較好 什麼原因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女性比較容易成家 就是說同樣發病 但是比較弱勢的女性 她比較容易成家 於是她有先生 甚至有孩子 可以照顧她的中年萬年 談到這邊呢 我想今天大家就對於這個 思覺失調症知道說 她就是以前所講的精神分裂症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她的攻擊性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可怕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一個精神分裂 或者思覺失調的 有這個診斷的人 你就好像很害怕說什麼 她會做出好像這個 很讓人恐懼的事 想辦法讓她好好的 固定的接受治療 不管是友誼家庭的支援的力量 鼓勵她就醫 鼓勵她這個暗時的治療 這才是最正確的做法對不對 好那今天呢 最後我們再請這個 孔醫師給我們大家 提供幾個 就是對於思覺失調症 大家要有一個什麼樣的比較 要建立一個什麼樣正確的觀念 再給大家提醒一下這樣子 以我們在玉里醫院 這個社區來講 整個社區對於思覺失調症 是非常支持的 非常熟悉的 但是在就台灣而言 還是沒有那麼友善 還是有刻板黃的 比如說要在 那媒體也有關係 比如說要在台北 鬧區都會區 也找個地方來成立 康復之家 或護理之家 精神科醫院 對 那必然遭致當地 社區翻證 連理長帶頭 拉布條 抗議什麼 其實我們要更學習說 如何來包容 來支持這些 生病了的 最弱勢 最無助的這一群人 因為他也可能會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鄰居 對於思覺失調症病人的支持與包容 賦予他的福利還有權利 正可以展現我們的國家 社會的進步與成熟 他的寬厚仁慈 這種非常崇高的 精神的表現 對 好 所以以後呢 我們對於思覺失調的這些 病人 或者是你的鄰居朋友 我們要盡量的 以包容來代替排斥 那麼呢 以支持他 來代替這個厭倦 或者是說恐懼他 這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 好 今天呢 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 孔凡警醫師 這個最聰明的腦袋 來讓大家分析這個 思覺失調症 好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